只要能够将心放得平和 就能够活得更快乐 蒲禅人文空间 除了不定时邀请许多善知识来此教学授课 同时蔡师兄也以多年的学禅经验和大众分享心得 因此开设有禅学班和禅修班 以禅宗的解形来加以分别 我们现在涂禅人文空间有开禅学班以及禅修班 为什么会分为两个 这个是根据我们禅宗在解形的部分 不同的角度来个别开班 禅学班是从我们达摩祖师一直讲的论 讲到所谓的六祖禅经 然后我们禅训班是直接从属习法 跟随习法 指官还有参化头 末造禅 来开始引导大家 进入所谓真正的禅修 透过解形 这两方面来提升自己的品质 怎么叫做提升自己的品质 引用我们圣言师父所讲的就是所谓的心灵环保 心灵环保就是透过方法把我们内心的杂质 烦恼给去除掉 所以我们才会透过解形这两个层次 两个部分来做这样子的引导 禅学班课程主要教授理论 逐六祖禅经 而禅训班则指导属习法 指官法 参化头等等实际运用的课程 在蔡师兄的巧思下将上课空间 隔层包厢与外面的用餐空间来加以区分 希望借游课程能带动地方的学产风气 法界新闻五庸曲 屏东采访报道